八月底郭台銘宣布獨立參選2024總統 才信誓旦旦的說不怕中國查 但如今中國真的出手了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二十二號獨家報導 中國稅務部門依法對富士康集團 在廣東江蘇等地稅務積查 另外自然支援部門也要查 富士康在河南湖北企業用地 外界意測解讀是衝著郭台銘而來 連署也過了門檻 因為郭台銘十九號宣稱 連署已經突破門檻 加上二十號郭台銘副手賴佩霞的 美國國籍也順利完成放棄手續 連署說十一月二號就能送件 另外一方面藍白整合大線 也落在十月底十一月初 財經專家胡彩平就在臉書分析 郭台銘退選才能整合出一組候選人 習近平很怕大家看不懂他的意思 放出一個訊號要郭台銘不要選 他要讓下架民進黨的票衝到最高 環球時報發布這個獨家新聞 那個政治的意涵非常清楚 廈門大學的臺灣研究所 廈門大學的臺灣研究所 就是對臺統戰的一個重要的智囊 對此國辦聲明應由鴻海做回應 因為郭台銘四年前交出經營權 今年更把掛名的董事都辭掉 現在只是自然人股東 而鴻海對此表示合法合規 是基本原則會配合相關作業 中國選在藍白河敏感時間點出售 是否在泛蘭靖州先處理掉 郭台銘也讓外界有諸多想像 新鴻海軍好想台北怎麼到